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你介绍开架的保养品 到底哪一些开架保养品好用呢 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干燥性敏感肌专用品牌 就是柯润产品中的其中一样乳霜 好好用 然后也是CP值非常高的 那甲云对今天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 现在呈现完全素颜的状态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产品呢 就是柯润润镜保湿深层乳霜 给大家看一下的外包装 它外包装就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是一个旋转开盖的一个乳霜包装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用的蛮多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放在我手背上面的质地 它其实涂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嗯就是一个乳霜 可是当你把它推开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不像乳霜 一般外面是边上乳霜这么的厚重 推起来呢非常的好推 而且其实用一点量呢 我觉得就是非常够我的脸的保湿度了 所以其实用量上也非常的省 好的然后它总共有40克在里面 然后其实我已经用了很多了 几乎一半也都已经消失了 然后我平常的话呢 我先擦它半边脸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擦乳霜 特别擦乳霜的那个保湿力 擦在哪里 诶 那反正平常我就是用指甲反扣 把它扣出来 好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质地呢 其实你这样擦就觉得 嗯就是一般的乳霜 可是你把它推开来的时候呢 它会变得格外的轻盈 而且很好推 然后像我平常的话呢 就是擦满全脸 然后当然眼周围我会稍微带到 只是你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就是眼周围不要拉扯的太那个 太激烈一点 然后后面会这样擦到 你就会看到两边的光泽感 真的不太一样 就是以我刚才前面只擦化妆水嘛 所以基本上化妆水呢 只能给予最基本的保湿力 但是你后续的保湿 秋冬的保湿呢 我觉得还是要靠乳霜类的产品 才可以达到最好的保湿度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 所以你看现在当擦完之后呢 它非常的润弹 然后很好吸收 也不会觉得脸黏黏的 可是你会觉得保湿度真的是刚刚好 然后你这样推了之后呢 也不会觉得脸上有一层很厚那种霜感 是非常没有负担的 那我现在快速的把另外一半变脸给擦完 你平常就是整个直接擦啦 不用这样分一半一半 就是我今天要做示范 那有时候脖子我会擦一点这样子 它真的非常的好推 而且给肌肤真的是完全没有负担 真的是敏感性 你就是擦上就对了 你不会担心说 啊肌肤擦了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红肿 会不会过敏 会不会怎么样 完全不会 那给肌肤擦完之后 它的那个弹润感 跟它的那个保湿度 真的很好 而且你就只要擦两样而已 那当然你要擦精华 当然前面就在擦精华 可是我意思就是 其他你要上的保养步骤呢 你就照常你自己喜欢的保养步骤 只是单纯我想给大家表示的是说 擦完化妆水之后单擦这个 它其实就给肌肤一个非常好的保湿力 而且是完全不会有负担的 即便是秋冬 连油性肌肤 我觉得都可以擦 因为这款虽然是特别推荐给敏感性肌肤 但是我今天想讲的是 我觉得不管是干性 中性 混合性 油性 或是敏感性 这一罐都可以做使用 那我现在脸上呢 就是稍微上了一点点的淡妆 然后其实这罐乳霜呢 已经出 就上市非常久了 它已经在网络上面 已经就很多人 非常多人推荐过 然后也是非常火红的一个产品 那为什么我到现在才会分享呢 真的是 我到现在才用到过 我已经使用这款呢 四周以上的时间 而且我常常听 网络上面有一些很火的东西啊 等等的 或是真的 大家说这个好用 那个好用 可是我真的要自己使用过之后 我才会给大家做推荐 那这款呢 我真的使用上之后呢 即便我比如说早上用完 后续上妆 也非常的保湿服贴 晚上睡觉呢 即便开冷气 或是天气比较干燥 觉得皮肤需要 晚上想多一点呵护的话 我稍微后擦之后呢 肌肤给的保湿力 也是非常的足够 那大家常看我的频道呢 应该都知道 我非常注重就是保湿度 其实美白跟紧致呢 反而都是我认为 是其次的东西 我真的都想要 肌肤发光 然后保湿力 QQ弹弹的样子 那这款呢 其实也是 它其实不是主打美白 也没有主打紧致 但它就是给你肌肤 最需要的保湿度 然后是非常的温和的 所以假如你是跟我一样呢 就是强调想要保湿度 然后你想在换季过程中呢 找一罐 小资女孩非常适合 因为它在开价都可以买得到 真的是价钱CP值非常高 我认真觉得它真的是 开价里面 我现在用到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乳霜 所以我觉得假如你刚才要找一罐 就是便宜的啊 然后CP值好的 然后又是给肌肤 最基本的保湿度 然后非常的温和的话呢 那这款绝对会是你的首选 那KOREN呢 因为可以在药妆店买得到 所以我觉得你平常可以搭配一些药妆店 有在做活动的折扣 其实买下来真的非常的划算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然后最后也想跟大家再强调 就是保养品这种东西呢 真的没有哪一罐是最厉害 没有哪一罐是最强大 最好的 真的只有选对适合你自己肌肤 然后用起来呢 给你肌肤非常好的呵护 然后是适合你的肌肤呢 就是最好的保养品 然后今天就是分享这个 我真的觉得是开架里面最好用的一罐乳霜给大家 然后假如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影片按赞哦 然后假如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呢 请记得点赞我的频道 然后也记得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这几天到了下午我就开始一直雷震雨 所以其实现在外面是阴天的 但是我还是想表达就是 这罐真的很好用 拜托大家 假如想要找开架保养品的话 一定要去试试看这罐 超好用